我只是男的开始嘉宾 然后那个 对对 然后那个 你们想着好戏 你们说坑来了 然后那个 好好的说话 好好的说 你再问一遍 我们好好的听一下好吗 如果比如说我喜欢你 然后呢 你不喜欢我 我这旁边起哄 我说 你的包在你男朋友那儿 那你会做什么反应 我说且慢 且慢 你且慢 我觉得别问他了 他如果在这个里边 那六个人都谈不了 我想补充一个情节 就是在他们前一天 其实是David很用心地 给莫菲准备了一个礼物 我觉得这两个事 得连在一块来看 其实我觉得David 在这个地方表达的就是说 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周到的人 我是无差别地 对人好 这个是男人迷人的地方吗 就是他很有魅力 但是你又不确定他 是 就是最终伤你的那个点 又不是最终迷人的那个点 我觉得这是爱情中最甜的 其实我觉得 就是天天睡不着觉的时候 不就是开始这一阶段吗 对 就是这个阶段最迷人 对 那大家在生活中 你们觉得男生跟女生接触的时候 什么是信号 我是觉得喜欢这个事情 就有很多信号 就比如说 我们大家一起去唱K的时候 那个男生就一直要坐在你的旁边 有的时候没法 非要挤得来 对 对 能那么讨厌 这是谁呀 能那么讨厌 对 有没有那种情况 就是没事老跟你发微信的那种 谁 男的呀 对呀 你男的老跟你分享他的生活呀 对 有啊 他就是真心地在跟你聊天 跟你分享 然后比如说女孩 一旦觉得说 她是在跟自己追求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男人不是啊 我觉得你是我好朋友啊 不是 这种男的别跟他好 这是什么人啊 但是就是很奇怪 他会一直跟你聊 就是什么是信号 我们有一个很学术的说法 信号就是差异 哦 我要看的是 他是不是跟所有人都这样做 对 如果他都这样做的话 那可能他就只是把这个人 当成一个普通朋友 就是说拍天空一朵云 发给了十个人 说我发现了一朵好看的云 那是要发朋友圈就好了 对呀 对 那是发朋友圈 我还特定 我不知道 我觉得男性 即使在热恋的时候 也不会发很多生活之中 很吃了个什么 那大老师我想请问你 恋爱的时候 你最愿意分享什么 音乐 账户嘛 然后就是 你最实在 没有 就是我信任你嘛 我现在觉得 只要一个男生 没有